台中一名30岁女子 长得酷似港心杨千花 还有衣奶好身材 她在一家企业当会计 两年前嫁给公司少东 从未贵妇 没想到才怀孕 老公就跟嫩妹搞外遇 产后还对她不闻不问 她气得干气欲击 胀乳却乳腮出不来 造成严重乳腺炎 变成硬邦邦的石头奶 笑得去求助中医 中医是以中药汉针灸为她通奶 还提供了一个秘诀 老阿嬷的一个厌棒 就是用高丽菜叶来冰敷 只要将高丽菜一片片剥开 洗净后冷冻三小时 再拿出来冰敷胸部 早晚一次一次20分钟 那这个高丽菜叶冰敷有效 是因为它里面还有一种激素 就是它有一些硫化物的成分 可以经由皮肤来吸收 所以可以改善这个发言的一个状况 郑林贵妇主线畅通后 也逐渐恢复自信 还跟老公重修旧好 动物新闻台中报导 410前面谁订阅成为会员会 小呵呵独家 银银呵呵呵呵呵 走来注册 保鸟带中